嗨,大家好,我是Pen OK,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比特币是26,26,000 然后它跟这个之前的这个点是差不多一样 看到吗?它就是有可能感觉好像是会多一个上涨 OK,去到,有可能会去到这个31 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点难 所以这个反弹我觉得是一个要隔上隔下的一个操作而已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它起了 然后很多人就是觉得会向上嘛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区域就是打回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想要买币 因为当一个人不想买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就很难去上了嘛 就是没有demand嘛,没有需求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几个数据之前我讲过 就是这个红和青色线就是这个Pycycle Bottom 那么Pycycle Bottom它要配合几个这个数据啦 OK,我们看这个月线图啊 OK,我们现在可以看到Pycycle Bottom 然后它是已经是低过这个红色线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低过红色线 然后它也没有反弹回来 那么根据还有几个数据 之前有讲过就是这个DDIGM 还有这个RCI3LINE 这个两个它其实它是不好啊 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说它最少是半年或者是一年左右啊 它才可以回到正轨 然后这个底部之前呢已经是打成了 那么现在有可能还会做到另外一只脚的啊 所以这个另外一只脚我们这样看啊 其实好像一只但是其实是差不多是两只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ycycle Bottom它就在这边跌破嘛 那么跌破这个上回来嘛 所以上回来了 但是我们要配合这个两个数据 我们看这个DDIGM DDIGM我们放大看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跌穿了 这个红色线了 青色跌穿这个红色线 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 它是已经是很明确了 OK,我们看之前那个跌穿这个历史啊 比如说这个2019年10月啦 10月左右 2019年10月左右 那么要突破这个之前的前高啊 这个在6月呢 到8月2020年啊 差不多接近一年它才可以突破呢 最少啊 我们如果是看到2020年10月 这样才可以突破这个2019年的9月 所以是很长一段一段时间啊 那么这个它跌穿了啦 有可能呢 它到明年是也是在这边徘徊 或者是半年这样它才可以上到这个之前的这个高啊 所以这个数据是不是很好看的 跌穿了就不好看了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数据就是这个RCI啊 RCI也是一样 它已经是肯定是跌穿了嘛 那么跌穿就是横摆 横摆的时间是很长的 也是一样半年到一年 那么9月也是一样 它要突破这个之前的前高 或者是突破它自己啦 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差不多接近 啊半年哦 到7月 那么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 啊 复苏的 就是横摆着啦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它已经是正值所 它会在这里横摆期到有可能是明年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明年是减半的年嘛 那么减半的年 应该是会回到这个 之前的这个前高啊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2025年一定是最高峰 所以2024年它横摆着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有可能它是在2025年的1月 它就直接标标到最高 那个过后我们再慢慢研究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就是说 这一个几个数据就是横摆期啊 这个比特币 它就是在这个期间 有可能是横摆在31千左右 那么它会跌到多少呢 跌到就是这个青色线 这个青色线是慢慢会向上啦 如果它一直横摆的话 青色线它一定是会动到的 因为根据这个鱼王的这个历史哦 如果是在这个红色线以下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红色线以下的话 它没有关好来 那么它一定会动到这个青色线 所以你看到这个2015年的 它没有跌破这个红色线 或者关在这个红色线以下 所以它其实是OK的 但是如果好像这个2016年的 如果它关跌过以下的话 它是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复苏 而且还会动到这个青色线 看到吗 那么之前我讲过啊 这个是之前我写的 它的这个低点是差不多接近这个17千了 它没有到这个13千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乘以5啊 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会去到多少 下一轮的这个牛市 所以很多人说它会去到 比如说几百千几百千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啦 我们可以看现在最低是15473嘛 所以15473乘以那个5.3的那个formular 就是82千哦 所以我觉得是不可能到100千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排在的这个位置 我个人认为 应该现在我们可以暂时排在这个19到21千啊 因为它这个青色线排在 可能它会慢慢变化嘛 所以有可能下一个月 或者这个月它是清等 那么第10月的话 它有可能是会勾上去 那么勾上去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20千或者21千哦 但是总之就是会动到这个青色线 所以今天总结就是说 比特币还会横摆最少半年啊 半年也说现在是9月嘛 那么有可能会排到这个明年4月或者3月左右 它是横摆期 最高有可能是会去到这个30 我们讲比较高一点啊 35到这个19到35左右 目前我这样看啊 OK 所以它不是很好的消息 逢低买入 我觉得是不错了 OK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位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按赞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下次见 拜拜